台中市長盧秀燕上任後 媒體滿意度調查結果都很高 現在我們就一起去看看大家怎麼說的吧 最近美麗島電子報公布 2022台中市長選情民調 市長盧秀燕市政滿意度破7成 信任度也有6成9 國民黨的盧秀燕對上民進黨可能的市長候選人 都領先15%到30% 難道是態度決定高度 媽媽市長的柔軟身段加上90度深深的一鞠躬 才獲得民眾的肯定跟支持 盧秀燕他一直號稱媽媽市長 其實現在年輕人最痛苦的事情 就是找幼稚園找幼兒園 因此盧秀燕他一開始 就說他要增加公託的公共託所 另外向年輕人非常重視 所謂的社會住宅 希望能夠有在房價高漲的時候 能夠有社會住宅 能夠幫助他們找到適合的居住場所 該道歉的不找理由 直接鞠躬90度勇於承擔 只要是市府團隊有錯 盧秀燕不辯解直接道歉 把市政建設的功勞都歸功市府團隊 跟地方民意代表 也許這就是盧秀燕獲得高支持率 跟高滿意度的原因 但是站在反對黨的立場 也有人認為盧秀燕只會給市民帶來小確信 事實上是以文心的障眼法 模糊了台中市政府缺少重大建設跟長遠計畫的缺失 那目前為止我覺得市民跟議會普遍的看法是 市長大概是施政著重在於一些小確信部分的政見 比如說像這些健保免費 比如說花博入園免費等等的 這些小確信 但是這三年多四年來 台中似乎是缺乏了比較大型的建設 還有對於這個城市發展比較長遠的規劃 所以我想可能如同市長一直說的 他媽媽市長嘛 他可能是照顧著是一些市民生活的一些 我想便利上的一些事情 但缺乏了一些對於城市發展比較長遠的建設 這個是我們認為比較可惜的一個地方 態度決定高度的盧秀燕 以曾經是媒體人加上執政者的優勢 開支票送出牛肉政績 再拉近跟民眾的距離 甚至有些在野議員跟反對者 都佩服他柔軟的身段跟親切的態度 展現盧秀燕高明的政治手腕 年里長過生日他也可以親自打電話道貨 他是做事情蠻貼切蠻貼心的 有一點像我每一年我二月的生日 他都會親自打電話給我 跟我祝生日快樂 這很貼心 是給人家感覺蠻貼心 我覺得他都有抓到年輕人的需求 像是一些公車的政策或是育兒的補貼 都能滿足到年輕人的需要 說話條理分明深深懂得媒體特色 新聞版面的高曝光 不僅滿足一半市民的需求 盧秀燕也抓住年輕人的心 但是面對年底台中市長的選舉 280萬人口的台中市 是不是真的繁榮進步 是不是已經滿足了選民的期望 台中市民需要的是小確幸 還是長遠的都市規劃 其實大家各有見解 心裡都有數 記者李嘉金 蕭曹全 關達理 范江豪 台中報導 比如說我們在水南經貿園區裡面 有綠美 喬吳全 請回應 請回應 你好 請回去 próxima 請休息